上次在當醫生 那其實第一個要分享的是說 我剛去單位的頭幾天接到的檢查署裡面的第一 打電話過來跟我詢問一些資料 然後講了一句 當下他很沒有應該是很沒有刻意要講的話 一句話就是說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有些業務 可能還會再合作 那這句話他講完就是客套就掛電話 那其實對我來講 因為我是一個剛畢業的醫生這樣子 我當下其實是想說 我到這個地方我應該是來看病 結果我們不管是幫誰看病 不過那個第一個我反應其實很強 也就是說我要跟他合作什麼 那這是第一個 可是第二個是說 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像那個前法官有提到的 像李茂森老師 我多少有聽到一些他的演講 是一個至少在大學的時代是 關心執行議題的一個鄉民 對那對這些議題大概有一點點的 那些口號也了解 那在那個鄉民的立場 然後去閱讀這些文本 或者是這些論述 我理解我贊同 那可是剛好到了這個單位 對那 我在監獄裡面也看到一些 就是 看守所那邊也被控告說 共同殺人 那甚至他們自己也 承認他自己有殺人 那我日常的互動中也會碰到這些殺人犯 對那 那有時候真的蠻容易激起我很不爽的情緒 因為他們也真的蠻盧的 蠻充滿了恐嚇 跟就是你可以說是如果是在判的訴狀裡面可能有什麼罪行重大 人格蠻滅啊 這些這些 這些內心都會浮起來 那我想要詢問的是說 就是 當然今天的這個場合是在講 詩欽然後文學還有社會官方 那可能是 可能就是社會只是講說 一群是 一群鄉民 一群人民去 去對抗這個國家 或者是去思考 去跟國家爭取這個權利 可是現在以我right now 現客現實的想像的時候 變成我是 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旁觀者 而且是有參與一些事情的人 其實這時候我會有很多 價值觀的衝突 因為其實在單位裡面 其實有時候也會跟很多檢查署的人一些互動 那 他們會在 其實 他們不是 他們並沒有虛位 在那些訴狀裡面去講這些話 他平常就不是這樣 他們平常真的就是這樣想的 就像剛剛法官裡面有提到一些 他們平常真的就是這樣想的 跟你講話的時候 那 你在那個環境下 我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會冒出那些想法 因為你跟他互動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很不爽 就真的會很不爽 我真的會很不爽 即使我之前是 會參加那些講座的鄉民 然後去參加那些遊行的鄉民 可是我當下就還是很不爽 那其實我這時候 我就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 失戀了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處於這個困境 那不知道 那個 這邊的那個老師 我把官裡面有沒有什麼建議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們先冷靜幾個問題 好了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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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 我剛好最近也在做一些 就是 行相關的研究 然後書籍的閱讀 然後 我有幾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 在這次的問題發問之前 我也想要 先請教一下就是 呃 法官 就是你剛才提到了 關於 呃 法律司法荒謬這件事情 那我要想說的是 如果這些司法這麼荒謬 那今天 所有的 法院的判決 殺人的狀況 那應該不是在 應該不是算在國家的頭上 而是應該算在 這些法官 或者這些 法律的頭上吧 然後 如果這個狀況 你這麼荒謬 到現在還這麼荒謬 為什麼 還會讓它繼續荒謬下去 然後 再者 如果是真正的殺人犯 他們如果真正的殺人犯 然後在 因為剛才提到很多 譬如說誤判的 那我覺得誤判這個是 有可能發生 在我們 自己在做相關研究裡面 的確有很多是誤判的 的感覺 那 比如說如果是真正的殺人犯呢 那如果這些真正的殺人犯的話 那你們 又應該怎麼樣執行這件事情 那在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如果說 我們還是依照 以廢除死刑 這個 這個看法 或是這個 這個說法來做的話 那也有可能可以 那請問一下 那被害者 他們的正義 或是國家 可以給他們的正義 又會怎麼補償 那 否則的話 當我們在大聲的疾呼 關於犯人的人權 或者是關於我們 不要殺人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誰可以去照顧到 被害人的這些 所謂的人權 或者是他們各自被害人家屬破碎的家庭 這個部分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大家會想要怎樣改變這些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 我們是不是 前面有一個問題 先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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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判那個那個被告也站在路邊 然後看有沒有人會過失智 是吧 壮死 就那個是一個殘忍的 卡尼這裡有一段話他講說 如果我們要做到一半懷一半 那麼死情懲罰的罪犯應該也事先向被害人預告過 要在什麼時候用恐怖的方法殺他 而且從那時期還要嫌任意監禁他幾個月再殺 可是在一般人的生活裡是碰不到這種妖魔的 那個妖魔是國家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 教求被子就是尊重生命權 然後那個剛剛那個醫生的問題 您想看看 您會變成醫生 而那個人會變成死刑犯 您想看看 當初您 您兒童時期生長的過程跟他是不是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國家要不要負責 我又要推銷一下廢話的電子 我們的第十九期之幾 我忘了有一個 汪隸屬汪老師 他寫了一個 他在小 汪老師也在 他講了一個柚子 柚子 是沒錯 他講了一個柚子的故事 他講一個他在 我忘了小學四年級 汪老師你在哪 那個柚子在那個成長的過程中 媽媽不要 爸爸不要 保姆也不知道怎麼要他 甚至汪老師伸手援助去找他 他也不願意出來 他寧願每天睡在保姆家的門口 然后只要有人来他就跑掉 然后我有一个机会 请教王老师 那幼子现在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 那幼子现在 不是 王老师说幼子现在应该是念国二的 这可能在哪个学校里面 那你想看看 他在那个成长过程中 当国家都没有办法帮他的时候 他很可能最后就变成 你在牢里看到那个人 而你因为不是那样的过程 所以您是医生 那我们怎么怪他呢 我们怎么怪他会变成那样 应该要怪谁 应该要怪我们的国家 怪我们的社会 为什么会把一个人变成那样子 当初到底在哪一个环节里面 谁没有去伸出援手 或谁没有去观外他 导致他这样子 他何常愿意变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神上面 那个观念 其实刚刚那位朋友的那个问题 是相当有趣的 我们也看到在卡米尔这篇文章里面 他非常在 我觉得卡米尔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基本上有一种 虽千万人 无网瘾的那个气势 因为他面对的是绝大多数反对非常死刑的民众 所以他基本上是很全面性论述 论理 论清 然后他里面对于死刑的存在 还有处置死刑的存在会 对于这个社会带来的灾害 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归咎给社会跟国家 尤其是国家 那其实这边我倒是还蛮想知道 吴锡德老师或者是徐教华老师 像卡米尔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国家 尤其是对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这么的戒胜恐惧 而且在很多时候 他是很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民主 就是要对抗国家的那个立场 这个远远是从哪里来的吗 也顺便也可能要邀请两位 顺便作为一个今天的讲座的简单的结果 我以为我的工作很简单